生命的家园 生命在地球上已经有20亿年的历史了 生命由一个单细胞演变到今天 已经进化出了数不清的植物、动物和人 地球也由寂静变得喧闹 并且生机盎然了 不过现在生命的家园、地球的状况 可是越来越糟了 包围着地球的大气层由洁净变得浑浊 工厂以及汽车排出的废气使大气受到污染 保护地球不受紫外线侵害的臭氧层逐渐缩小 臭氧层露出的空洞使太阳发出的紫外线 毫无遮挡地射到地球的生物上 占地球75%的水域 也因为工厂、船只、家庭等排出的污水、油污 而受到污染 水中的生物因此遭灾、甚至灭绝 美丽的地球充满了噪声 工厂的机器声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 空中飞机的轰鸣声 四耳的音乐声 噪声使各种生物不得安宁 地球环境的恶化使生物品种在急剧减少 人类患癌症、皮肤病、心血管疾病 及各种疑难杂症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地球上生活着200多万种动物 30多万种植物 10多万种微生物和50多亿人口 组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 如今对于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状况 人类已经认识到它的严重性 并开始大力进行多方面的治理 比如控制大气污染和放射污染 管理污水排放 处理城市垃圾等等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爱护周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懂得环境保护的道理 做一个热爱生命、爱护家园的人 在这里的认识中